好 主要忙來帶你關心 今天大年初三 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 也特地來到新北盧州這邊 來參拜並且是發放發財金的部分 可以看到其實現場民眾是非常的熱絡 而且是排了非常長的隊伍 那柯文哲在這一季的春節 其實可以說是全台跑透透 當然就是要為了問鼎2024來做準備 那除了全台跑透透來扎根地方之外 他也預計要在春天的時候要來訪美 不過現在卻傳出說 美方有一些組織不願意見他 甚至是不看好說他在2024 有機會能夠拔得頭籌 對此柯文哲的最新回應馬上帶你來聽 沒有啦 跟什麼碰壁 都還沒 都還在規劃而已 都還沒 人時間什麼時候去都還不確定 因為第一年也要考慮 一般來講這種如果真的要去排 每個人做什麼事情都是 因為我們叫schedule 就是要有行程表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你剛才講說我下個月要來 我下個禮拜要來 不可能 他說很早 至少兩個月以上去規劃 問題是我們自己整年度的規劃案 自己都還沒搞清楚 不過是這樣啦 我們自己還在規劃 清楚在跟大家講 好 可以聽到 其實柯文哲是講說這樣子的謠言 其實可以說是沒有根據的 因為怎麼會內部放這樣的消息 認為說他在訪美的部分是沒有機會 不過呢 現在其實除了這個美方有些組織 不容易践踏這個謠言之外呢 也傳出柯文哲在訪美的時間上 其實也還沒有確定 因為柯文哲自己本身是想要在三月 但是黨內是評估五月的時候再出訪會比較好 對此柯文哲是說 的確喔 因為訪美其實也不是一天兩天 或者是提早一個月就可以來促成的事情 因此不只是組織要訪誰 連時程其實目前也都還沒規劃好 以上就是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情況 為何需要顯示 emb programm 首次 lady制召抺坑 7月正有妙 村社長